第七题,右图为甲A比三个单摆的摆动次数与摆动时间之关系,除了摆长之外其他条件均相同,下列关于此实验的四项叙述 一,三者的周期比等于1比4比12,二,三者的周期比等于1比3比6,三,三者的摆长大小为甲大于大于柄,四,三者的摆长大小为柄大于大于甲,哪些叙述是正确 我们知道在单摆的等时性中学到,单摆的摆长越长,周期越长,而我们的图中可以看到,在相同的摆动次数里面,丙摆动的时间最长,甲摆动的时间最短 也就是说,丙的摆长是最长,甲的摆长是最短,所以三者的摆长大小关系为丙大于甲,第四项叙述是正确的 同时周期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的柄摆动两次15秒,所以它周期是2分之15 以那摆动的4次是10秒,所以它周期是4分之10 甲摆动的是8次的时候是5秒,所以它的周期是8分之5 我们全部乘以8之后,这个是60,那么这个呢是20,这个呢是5 全部除以5之后,这个是12,这个是4,这个是1 所以它们的周期比是甲比乙比比,等于1比4比12 所以呢选项第一的叙述呢也是对的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,哪些叙述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B,第一项跟第四项,第一四项